變到這種技術叫做Super Resolution 就是原來Resolution是多少 你可以把它變更大 現在甚至有人可以做到 譬如說一張很小的照片 我可以把它放大到海報那麼大 但是是非常逼真的 所以我講白一點 就是說有一些 大家現在都知道說 手機上不是都有拍照功能嗎 對不對 手機裡面拍照功能 其實手機裡面那個拍照 它那個感光的元件 其實是很貴的 但那個感光元件 其實沒有那麼大 OK 但是它裡面的memory 假設它可以存 譬如說很大的照片的話 那它怎麼做 它其實就是用了Super Resolution 它把感光元件假設是這麼大 它經過Super Resolution的演算法 把這麼大的 把它變大到更大 但是看起來很逼真 沒有失真 OK 這個東西其實在 這個相機啊 或手機上的那個照相功能 其實是常常用的 OK 所以為什麼你現在看到說 有些手機拍照出來 看起來比較漂亮 有些手機拍照出來 看起來比較爛 講白了 這跟硬體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 這個可能是它後面演算法強不強 OK 因為硬體其實 不會 沒有辦法做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 其實那個後面感光元件這麼大 現在最state of the art 你就在這麼小小的一個 手機裡面 你要塞多大的感光元件 其實塞不下去太多的 但是你可以用這些軟體 利用這些計算 可以把它放大到很大 當然這個計算的 那個 這個演算法的好壞 就影響到它的 image的quality OK 自然不自然 有沒有什麼 那個有些什麼distortion啊 有的沒的 那講完這邊 當然 這些東西Github上面現在都很多 譬如說像semented segmentation 這些都可以找得到 那事實上在TensorFlow它自己有一個models project 裡面都有 甚至它就還有更進一步的 我們剛剛講semented segmentation嘛 現在它還有叫做instance segmentation 什麼叫semented segmentation跟instance segmentation有什麼不一樣 instance segmentation它就是 我剛剛講不是說像這邊 這些腳踏車 它雖然表示的是同個 因為它表示同個class 居然它是不一樣的腳踏車 它都混在一起對不對 instance segmentation它就是 它不但知道它是同個 這個腳踏車的class 它還會分 幫你分 不一樣的腳踏車 會分不一樣 那怎麼做到的 它是用那個 最常見的一個 當然有不止一種做法 最常見的用的技巧就是 所謂的mask-rcnn 它會對每一個instance產生一個mask 然後把其他的遮掉 就只告訴你說 你現在這個instance是哪一塊 OK 那那個mask-rcnn基本上 它是based on這個fasterrcnn 那 當然你可以想像到 那個fasterrcnn 其實雖然講說它是 fasterrcnn 但是事實上 我剛以前有跟大家講 fasterrcnn fastrcnn fastrcnn 這些都是 其實不夠快 大概最多做 大概不到10張image per second 所以它其實是受限於速度 它這個不會做得很快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這邊再講一下說 TensorFlow 那convolutional operation 那還有很多 譬如說 這個它有 keros.layers.conf1d 還有keros.layers.conf3d 當然這個是針對不一樣dimension的資料 來做這個convolutional layer OK 那1d當然是處理一維的資料 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你是那個tax NLP裡面如果有很多tax 它是一維的嘛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可以用conf1d來做 那3d呢 conf3d 如果說你的影像是三維的 影像三維的 像這個pet scan OK 那個pastron 什麼中指掃描 你們去醫院你應該有做過嘛 就躺在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一個 然後你要送進一個東西 然後就幫你去scan你的身體 那做出來以後 它會有你整個身體的3d的 這個一切一片一片切切切切切 所有身體的這個3d的這個 這個圖都有 OK 我知道因為我做過 我去聯心醫院做過 因為我那時候有那個腎脹 腎結石 所以說它就檢查我腎結石有多難 那個就有做過這玩意 p 就past scan OK 那這個這個這個 那在這種情形 當然你的資料集是3d的 三維度的 那三維度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conf3d去處理這樣子的資料集 再來還有一個這個dillation rate 這個嚴格講解它是一個convolutional layer的一個功能 它主要是來把這個kernel放大 當然這個放大它是 就是說它不會增加你的計算的overhead 也不會增加你的參數量 OK 它所謂放大很簡單 就是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假設你有1乘3的filter OK 假設你的1乘3的filter長這個1 2 3好了 那你用了一個dillation rate 4 這什麼意思 那就會把這個1跟2跟3中間塞堆0 就是簡單講1跟2之間隔4 4個距離 就距離是4 2跟3之間隔距離是4 中間塞的就是塞一些0 那塞這個0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去 因為它是一個filter嘛 對不對 它是一個filter 它就會apply到你的資料上 那因為它中間都是0嘛 對不對 這些0就不是更不是extra的這個參數 所以原來參數是三個 現在這邊參數還是三個對不對 那你的計算量也不會變更多 因為原來是你要算三個數字的加權盒 現在還是算三個數字的加權盒 因為中間這個都不需要算 乘0這個不用算 對 所以它沒有變更多的計算值 也沒有需要更多的參數 所以這是好事 但是那為什麼要做這種dillation 那這個東西在一些特別的情況 我們可以用 舉個例子來講 當你要處理這個比較長的 這個sequence的資料 那有時候這個dillation就需要 那我們在下一張會講到那個WaveNet 那個WaveNet就是用這個 這個dillation這個概念 OK 那再來這個debwise convolutional layer 我記得我們前面講過 debwise convolutional layer了 對不對 那這個是告訴你說 TensorFlow它有它自己的 support tf.nn.dev.conf2d 那這個當然我們前面已經講過這個概念了 所以我這邊就跳過去不講了 OK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function去create一個 debwise convolutional layer這樣子 好 那講到這邊 我們的這個就是vision convolutional layer正式講完 那接下來往下講 就可以開始講這個sequence 講rnn 等我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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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